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准备纸箱 搬家需要许多纸箱 可以在Home Depot、Lowe's、Uho购买 也可以在某些地方取得免费的纸箱 例如书店、超市、一员商店 或是Craigslist上的Free Session 如果常在Amazon购物 也可以把一些坚固的纸箱留下来 2.分类 并做记号 将同类物品放在同个纸箱 并在外头写上房间的名称 或是物品的名称 拆箱时才不会找不到物品 3.整理一箱常用的物品 如果东西很多 到达目的地后 没办法一次整理完 将常用的物品整理成一箱 4.第一天只要拆这一箱就可以了 例如煮饭的工具 灌洗用具 充电器 延长线 卫生纸 换洗的衣物等 4.拍照复杂的线路 在拆除电脑或是家电的线路前 先拍照下来 避免到时候忘记如何装回去 5.把小零件放在同个袋子 将家具或家电的螺丝放在同个小袋子 并注明在袋子上 6.将衣物装在真空袋 衣服很占空间 真空袋可以将空气抽出以节省空间 7.易碎物品用衣服包起来 用衣服将易碎物品小心包裹 并在箱子外面 注明是易碎物品 8.包裹液态的物品 液态的东西可以在开口处 用保鲜膜或胶带封住 防止液体流出 2.确认搬家目的地 搬家前先确认目的地 我们搬家前 就先到 新居住地找公寓 事前先在网路上搜寻 建立清单 再用一天的时间到现场查看环境 当天就决定了要住的公寓 租房签约很快 签完文件跟付了定金后 就可以拿到钥匙 目的地确认后 先观察地形 规划搬家当天的路线 如何安排 例如从哪个门进出 房间的规划 纸箱要摆在哪里等 如果还没决定目的地 也可以先把东西摆在出租仓库里 等到确定后再搬出 3.搬家的方式 根据目的地的距离 有不同的搬家方式 短距离的搬家 或许用自家的车就能搬完了 长距离则需要租车 或是用货柜搬家 以下介绍几种常见的搬家方式 1.租车 在美国最常见的搬家方式 就是租车自己搬 这是最省钱的方式 时常可以在路上看到租车公司的卡车或是拖车 美国主要的租车公司有 U-Haul, Penske, Enterprise 我们上次搬家是租用U-Haul的卡车 它们提供较多的选择 卡车 Moving Truck 卡车有分不同的尺寸 最大的20分可以装下四房的家具 U-Haul 20分至26分 卡车的租金是一样的 一天39.95美元 依照地区有所不同 另外再加上里程数 1英里是1.19美元 因为大部分保险公司不理赔租用卡车 所以还要另外购买保险约14美元 它们也提供搬运的工具 例如租用推车 Dolly 可以让搬家更轻松 如果是长途搬家 可以A地租车 B地还车 拖车 Trailer 东西如果不多 可以考虑用拖车 拖车分很多种 例如 Cargo Trailers Utility Trailers Car Trailers 如果你的车没有拖车挂钩 Trailer Hitch U-Haul 也提供安装服务 长途搬家 也可以A地租车 B地还车 货柜来时 检查屋顶有没有破洞 如果有破洞 要反应并要求更换 否则遇到下雨 里面的货物就泡汤了 U-Haul 也推出类似的服务 称为 U-Box U-Box 的体积较小 好处是 如果你还不确定目的地 可以先将东西放进U-Box中 然后先摆在它们的仓库 等到确定新家的住址后 再运送过去 2.搬家公司 搬家是很费力跟费时间的工作 如果资金充裕 也可以请搬家公司处理所有流程 包括打包货物 运送 拆箱归位 房屋清洁 例如Mayflower 可以在网站上登陆 接着会有专人到家里估价 帮助你计划打包与搬运 并帮忙运送到新价卸货 还有其他公司 像是Atlas Van Lines 与Two Man & A Truck 可以都去估价 然后依照自己的预算 决定要使用哪家公司 3.搬运工人 搬家很费力 尤其是搬大型的家具 如果请朋友帮忙 事后还要请朋友pizza跟bears 不如花钱请搬运工人 专业的搬运工人 搬运速度真的很快 身材像是橄榄球员 搬衣柜 好像在搬椅子一样 他们也知道如何堆叠货物 以及进出的顺序 让搬运更有效率及节省空间 很多地方可以雇佣搬运工人 例如搬家公司 U-Haul Craigslist 费用通常是两个人一个小时55美元左右 依照地区有所不同 搬运钢琴则有额外的费用 搬到新家很兴奋 但搬家过程却很辛苦 如果能在搬家前 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或家具整理出来 先卖掉或是捐赠 减少搬家物件的数量 也能减轻搬家的压力 今天的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